君子蓝养的半死不活的 叶片乱七八糟的 大家先不要急着把它丢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 让它很快长出这种群蓝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一颗已经长了很多小芽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君子蓝就更有价值了 大家想要学习的 先给主播点个赞支持一下 那么具体要怎么处理呢 大家看好了 因为像这种君子蓝 哪怕是长出来也会比较丑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砍头的方法 我们在给君子蓝砍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细节 从这个根部往上 大概一厘米到零点五厘米左右 直接用刀给它切掉 这样切 大家也不用担心它会死 它完全不会死 所以说大家放心 君子蓝是很难死掉的 就这样切出这种效果来 如果说大家切得太高的话 可以挖一下这个芯 因为这个芯 如果你不挖掉的话 它会从里面长一个小芽出来 它就很难 它就很难从旁边长一些小芽子出来了 当然了处理完之后 还有一步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在这个伤口上 涂抹一些砂菌药 避免它出现续菌感染 导致腐烂 我们直接用砂菌药抹上去就可以了 多菌领带生冷清都可以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不用管它 也不需要给它浇水 土壤太干的话呢 适当给它浇点水就可以了 因为君子蓝它没有叶片 不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分 而且呢 我们千万不要给它施肥 我们只要把它放到通风阴连的地方来养护 很快 它就会从旁边长出一些小芽来 像我这一颗一样 是不是非常漂亮 大家学到了 就给主播点个赞 支持一下